所以说得好啊 女人有味 三分漂亮会增加到七分 可是如果女人无味的话 七分会降至三分哦 所以你说啊 女人味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可是女人味是什么味道 女人味呢就是 静若轻时动如涟漪 不明白咧 回去上中文课啦 今天上轮社会呢 我们来到Catwalks Fashion 它里头的服装呢 是由一个本地设计师 Mokuli所设计的哦 听说他们家的衣服穿上去 会很有女人味哦 话不多说 赶快去找素人 这位就是我们所谓的素人啦 在路边随便抓一个 不是不是 这个是后面向着抓的 比较圆的 不厉害 在我身旁的社会呢 身材很高挑 皮肤很白皙 美女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唐静雯 静雯咧名字好好听哦 静雯 魏廉接着下来呢 要帮你改头换面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我们 去吧 所以我说嘛一白折三重 你看静雯她已经赢了第一个白哦 真的 这样子穿得好有女人味哦 静雯 你喜欢这样子的打扮吗 超喜欢的 自从微量跟我这样子打扮后 比后我去dinner我都会这样穿着去 去约会 见男朋友的时候有这样穿吗 是 哦 台底说 哦 我记得我女朋友好漂亮哦 好惊奇 是吗 好 第一个造型 成功 第二套服装 静雯 你自己本身呢是比较喜欢像刚才那样就是很女人味的感觉 还是现在这样比较小清新一点小女人的感觉呢 现在这样子啊 啊这样子的打扮你比较喜欢哦 为什么呢平时私底下的你都会是这样吗 对因为比较轻松比较自在 哦喜欢轻松自在啦 可是我跟你讲哦 女人味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 不要以为你皮肤白皙 随便呢穿一下 来了来了 你一直妒忌人家的白皙皮肤哦 你不好这样子 真的很白哦 我真的是很羡慕啦其实 也对啦 今天呢就是我觉得可以让他做回自己一下 给他自己自我一下吧 就穿一下比较轻松自在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来roll 看是不是有女生的风范 是 静雯先天条件非常的好 长得很高挑 所以穿起长裙来的话 全场最瞩目的就是她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是 女人为家喻得好的话 你就一秒里面变女神 教育得不好的话就一秒变大神 喂喂喂 大神是安丁不是我 是 希望大家能够穿出自己的风格 每天都漂漂亮亮的 继续支持我们的上流社会 拜拜